其重光赤愤弱 近朝阳丹厄六月 凡二年有期 素宗文明武德大盛大宣孝皇帝下之下上元二年辛丑 公元七六一年春 正月 鬼卯 史思明改元应天 张景超隐兵攻杭州 拜礼藏用江礼墙于石仪门 孙带风自武康南出 江惠景超攻杭州 温朝聚险击败之 带风脱身奔乌城 李可峰以长州将 丁卫 田神宫使特进杨惠元等将千五百人袭击王衡 新海叶 神宫先简特进范之心等将四千人自白沙季 西去夏蜀 邓景山等将千人自海陵 季 东去长州 神宫与行年恩将三千人均于刮州 人子 季江 斩江不齐万余沉于算山 神宫以州再兵去金山 惠大风 五州飘抵金山下 斩图齐二州 陈齐三州 神宫不得度 还军瓜州 而范之心等兵已至下属 斩姬之 不胜 必应劝斩引兵逃入海 可言岁岁月 斩曰 若是不济 何用多杀人父子乎 死 早晚等尔 岁更率重力战 将军甲引林射斩 众木而仆 岁斩之 刘英 徐义等皆死 引林 华州人也 杨惠元等击破王衡于淮南 横引兵 东走 至长熟 乃将 孙代丰义李藏用将 张景超聚兵至七千余人 文斩死 西乙兵寿张法雷 始攻杭州 景超逃入海 法雷至杭州 李藏用击破之 于党皆平 平庐军大略十余日 安 始之乱 乱兵不及江 怀 至世 齐民始离徒独以 京南节度 始旅音奏 情以江南之谈 岳 琛 绍 永 道 连 前中之福州 接力京南 从之 二月 奴达 党向寇宝鸡 稍大散官 南清凤州 沙次使消信夜 大略而息 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破之 吴 臣 新罗王今溺入朝 因请宿位 获言 落中将是皆宴人 九树思归 上下离心 及鸡之 何破也 陕州官君荣始于朝恩以为信任 吕言于上 上赤李光碧等进取东京 光碧奏称 贼封尚锐 未可清净 朔方节度使仆顾怀恩 永儿碧 麾下皆凡 汉尽足 士功 多不法 郭子怡宽厚屈容之 美用兵临敌 亦以即是 李光碧姓言 亦才之以法 无所假代 怀恩但光碧而心恶之 乃副朝恩 言东都可取 由是终始相继 都光碧使出诗 光碧不 得以 使政臣节度使李鲍玉守合阳 与怀恩将兵会招恩及神策节度使魏伯玉公落阳 不淫 臣于芒山 光碧命依险而臣 怀恩臣于平原 光碧曰 依险则可以进 可以退 若平原 战而不利则尽以 斯明不可忽也 命依于险 怀恩赴旨之 使斯明成其臣未定 进兵驳之 官军大败 死者数千人 君资器械进气之 光碧 怀恩渡河走宝闻喜 昭恩 伯玉奔海闪 暴玉一气和阳走 和阳 怀州皆梅于贼 朝廷闻之 大聚 一兵层闪 礼魁于吕 因同为相 不相悦 因在京南 以善正闻 魁孔其附入相 奏言至君湖南非辩 又因使人如今 胡求因过失 因上输送奎罪 鬼位 免奎元周长使 以和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使斯明猜忍好杀 群下小不如意 动至足诸 人不自保 昭义 其长子也 常从斯明将兵 颇千锦 爱氏族 将是多富之 无宠于斯明 斯明爱少子朝清 使守泛阳 常欲杀朝义 立朝清为太子 左右颇谢其谋 斯明既破李光碧 欲成圣西入关 使朝义将兵为 前锋 自北到习闪成 斯明自南道将大军计之 三月 甲午 朝义兵至江子岭 魏伯玉逆机 破之 朝义树进兵 皆为闪兵所败 斯明退屯永宁 以朝义为妾 曰 中部族城无事 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 不须 命朝义住三于城 御住军粮 七一日毕 朝义住毕 魏尼 斯明智 够怒之 令左右立马兼尼 斯须而毕 斯明又曰 四克闪州 终斩此贼 朝义幽惧 不知所为 斯明在路侨义 令赴新曹将军将兵宿位 朝义夙于逆履 其不将落 岳 蔡文景说朝义曰 岳等与王 死无日矣 自古有费力 请赵曹将军谋之 朝义俯首不应 岳等约 王狗不许 岳等经归理事 王义不全矣 朝义弃曰 诸君善为之 物经圣人 岳等乃令许书记之子记 长赵曹将军 至 则以其谋告之 曹将军之诸将禁院 恐惑己己 不敢为 世西 岳等以朝义步兵三百倍假异议 素为兵怪之 为曹将军 不敢动 岳等引兵入至斯明勤索 指斯明如策 问左右 未及对 以杀树人 左右指示之 斯明文有 念 于原至旧中 自被马成之 岳人兼人周子俊设之 终必 坠马 遂勤之 斯明问 乱者为谁 岳曰 奉怀亡命 斯明曰 我朝来与语 以其己己此 仍杀我太早 何不待我克长安 今事不成以 岳等诵思明于柳全意 求之 环报昭义曰 事成以 昭义曰 不经圣人呼 岳曰 五 十周至 许书记将后君在福昌 岳等 岳等 岳等使许记长网告之 至京岛余地 朝义引君海 至 书记来淫 岳等劝朝义执至 杀之 君至柳全 岳等孔仲心 卫一 遂易杀斯明 以瞻果其失 婆婆复归洛阳 朝义及皇帝位 改元显盛 密使人至泛阳 誓散其长 誓张通如等 杀朝卿及朝卿母心事 并不负极者数十人 其党自相攻击 战成中数月 死者数千人 范阳乃定 朝义以其将柳城里怀先为范阳隐 燕京留守 时洛阳四面数百里 周 现皆为秋须 而朝义所不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 与思明等仪 朝义照之 多不至 略相机迷而已 不能得其用 礼光必上表 故求自贬 至已开府一同三思 事中 灵 和中节度使 术士长赛 在镇将 朱荣与左五位将军斗如宾等 谋奉似其王真作乱 今无将军行计告之 下 四月 以卯朔 费真为数人 秦州安治 其党皆福朱 真 叶之子也 禀臣 左散即常是张昊扁臣周私户 搞长买真宅故也 几位 以立部侍郎陪尊庆为皇门侍郎 同平张氏 以害 清密节度使上横破使朝一兵 斩首五千余集 丁丑 演运节度使能源号破朝一兵 人武 紫周四十段子张返 紫张骁勇 从上皇再属有功 东川节度使 李幻奏替之 紫张举兵 习幻于棉州 道过岁州 腊使国王俱仓皇修曙俊俊礼盈之 紫张杀之 李幻战败 奔成都 紫张自称梁王 改元黄龙 以棉州为龙安府 至百官 右线建州 五月 吉丑 李光碧自河中入朝 初 李府国与张后同谋谦上皇于西内 逝日端午 山人李堂建上 上方报幼女 魏堂曰 朕念之 清物怪也 对曰 太上皇司见陛下 既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 上选人 上选人 魏章后 上不敢一息内 鬼四 党向寇宝基 书 使斯明以其博州赐使 林胡章为华政变节度使 江树千兵树华台 张密音中使杨万定通表请祥 喜屯兴杏元度 斯明以之 遣其将薛吉为之 张宇吉战 大破之 因随万定入朝 甲武 以张为华 魏等六州节度使 物须 平庐节度使侯西一击使朝一泛阳兵 或之 以为 西川节度使 崔光源与东川节度使 李幻共公年州 庚子 拔之 斩段子章 赴以李光碧为河南副元帅 太魏监视中 都统河南 淮南东西 山南东 京南 江南西 浙江东 西八道行营节度 出镇林淮 六月 甲银 清密节度使能源号拜使朝一江李元玉 将怀都统李环为施首之罪 归咎于这西节度使侯令仪 禀子 令仪作除名 长流康州 嘉田神宫开府一同三思 喜徐州刺史 征李环 邓景山还经诗 物银 党相寇好至 秋 西月 鬼未朔 日有时之 既 大兴接见 以示少府兼礼藏用为这西节度复始 八月 鬼丑朔 嘉开府一同三思 李府国兵部尚书 以为 府国附上 宰相朝臣接送之 御厨 句传 太常舍乐 府国交纵日圣 求为宰相 上约 以清之功 何观不可为 其如朝望未允和 府国乃讽仆社裴免等见己 上密为萧华曰 府国求为宰相 若公卿表来 不得不语 华初 问免 曰 初无此事 无必可断 宰相不可得 华入言之 上大悦 府国贤之 己四 李光碧赴河南行营 新四 以殿中间礼若优为朔方 镇西 北庭 兴平 陈正等节度行营及和中节度史 镇降州 四明国真 九月 甲身 天成地平节 上 于三殿制道场 以工人为佛菩萨 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 照大臣膜拜围绕 仁淫 智趣尊号 诞称皇帝 去年号 诞称元年 以剑子月为岁首 月皆以所剑为术 因设天下 庭经兆 河南 太元 凤详四经及江陵南都之号 自今美除无品以上 清望经官及郎官 御史 四史 令举一人自带 观其所举 以行殿罪 将 怀大基 人相识 东 十月 将怀都统崔元 淑里藏用为楚州刺史 会之度租庸时已流斩之乱 诸州用仓库物无准 奏请征宴 十仓促穆兵 物多散亡 争之不足 诸江王王卖禅以偿之 藏用孔其极己 常与人言 颇有悔恨 齐牙江高干邪故愿 使人一广灵告藏用反 先以兵袭之 藏用走 甘追斩之 催元岁不择藏用江丽一宴之 江丽为 皆赴成其状 独孙戴风兼言不反 原命引出斩之 或未曰 子何不从众以求生 戴风曰 吴史从刘大夫 奉诏书来附阵 人未无反 理公起兵灭其大夫 今又以理公为反 如此 谁则非凡者 拥有疾乎 无宁就死 不能乌人以非罪 双隐号 遂斩之 剑子月 人武朔 尚寿朝贺 如正弹仪 或告红如清康 康谦与史朝一通 市连丝农青岩庄 聚下狱 经兆引刘燕潜力防守庄家 尚寻斥出庄 隐建 庄院燕 阴炎燕与陈炎 长道尽忠语 京宫苑上 丁亥 点燕通周刺史 庄南将位 千伏诸 物子 御史中成员再为户部侍郎 充聚当渡之 筑钱 掩铁尖江淮转运等史 再初为渡之郎中 敏悟善奏对 尚爱其才 为以江淮曹运 数月 岁代刘燕 专掌财力 戊须 冬至 己亥 上朝上 黄于西内 神策节度时 魏伯玉公使朝邑 把永宁 获免时 扶昌 长水等县 己有 上朝县太清宫 庚须 享太庙 元县庙 剑丑月 新亥朔 四环丘 太一潭 平如节度使侯西亦与泛阳相公连年 旧缘既绝 又为西所亲 乃西举其君二万余人习里怀先 或之 因引兵而难 宝应元年人吟 公元七六二年 剑丙月 贾身 追尊敬得太子从为奉天皇帝 非斗士为公应皇后 丁有 葬于麒麟 甲晨 土拨前使请和 礼光碧 拔许州 秦始朝邑所属隐川太守礼春 朝邑将使参就之 丙武 战于城下 又破之 雾身 平如节度使侯西亦于青州北渡河而 惠田神宫 能元昊于衍州 租庸使缘在以江 怀虽精兵荒 其民比诸道有有资产 乃岸及举八年租条之为父及不讨者 既其大数而征之 则毫立为县令而督之 不问父之有无 资之高下 查明有素博者发图为之 及其所有而中分之 慎者识取八九 畏之白柱 有不服者 言行以微之 明有蓄谷识虎者 则众足以待命 或 相聚山则为群道 周县不能治 见卯月 辛亥朔 赦天下 赋以经兆为上都 河南为东都 凤翔为西都 江陵为南都 太原为北都 奴辣寇成故 书 王思礼 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 资楚风眼 善君之外 积米百万壶 奏请书五十万壶于京师 思礼轰 管重四代之 为正宽持 信任左右 数月间 耗散殆尽 为臣浮米万余胡在 上文之 以邓锦山代之 锦山智 则勾孝所出入 将是被多有隐没 皆据 有必将抵罪当死 诸将请之 不许 其弟请待凶死 亦不许 请入一马以赎死 乃许之 诸将怒曰 我被曾不及一马呼 遂作乱 鬼丑 杀锦山 尚以锦山抚育师 所以治乱 不复推揪乱者 前使未遇以安之 诸将请以兜之兵马使 代周刺使 新云经为节度使 几位 以云经为北都留守 河东节度使 云经奏张光成为代周刺使 将周素无储蓄 民间机 不可复联 将士粮刺不充 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珍 屡以撞文 朝廷未报 君中滋愿 突将王元镇将作乱 缴令于众曰 来日修都统宅 各据 本差 待命于门 士族皆怒 曰 朔方进而起修宅夫邪 以丑 元镇帅齐图作乱 烧衙城门 国珍逃于玉 元镇指之 志足时于张 曰 使死而意其力 可乎 国珍曰 修宅则无知 君时则吕奏而未报 诸君所知也 众欲退 元镇曰 今日之事 何必更问 都统不死 则我被死已 遂拔任杀之 镇兮 北庭行营兵屯于益城 益杀截度使力非原理 推避将白孝德为截度使 朝廷因而受之 护臣 怀兮节度使王众生于使朝义将卸亲 让战于深州城下 为贼所掳 怀兮阵害 惠侯西义 田神宫 能源号宫汴州 朝义赵亲让兵就知 将州诸君嫖略不已 朝廷幽其与太原乱军何从连贼 非新晋诸江所能振服 新卫 以郭子夷为焚羊王 知朔芳 河中 北庭路则节度行营兼兴平 定国等军副元帅 发经诗卷四万匹 布五万端 米六万十以给将军 见臣月 更吟 子夷将行 时尚不欲 群臣莫得禁见 子夷请约 老臣受命 将死于外 不见陛下 目不明已 上赵如沃内 未曰 河东之事 亦以伟清 使朝义浅兵为礼豹玉于泽州 子夷发定国君就知 乃去 上赵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天赴经诗 天乐在襄阳 其将士亦爱之 乃逢所不将力上表流之 行集邓州 复令海镇 京南节度使履阴 淮西节度使王众生集中使往来者言 天驱收众心 孔九南至 上乃歌商 金 君 房别至观察使 令天指领六州 会谢亲让为王众长生于深州数月 天愿之 暗兵不救 众生敬拜末 行君司马培谋夺天位 密表天倔强难至 请 以兵袭取之 上义为人 鬼四 以天为怀西 河南十六州节度使 外室宠任 十欲图之 密斥以代天为乡 等等州防御使 甲午 奴腊寇寇寇寄 观察使 离免弃城走 以宾州腊使 河西藏西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秉申 党向寇奉天 离府国以求宰相不得愿消滑 甲午 以护部侍郎原在为经兆隐 再义府国故此 府国时其义 仁寅 以思农清陶瑞为经兆隐 府国言消滑专权 请罢其相 尚不许 府国故情不矣 乃从之 仍以缘在代华 物申 华霸 为礼部尚书 已在同平章市 领度之 转运如故 见四月 更须朔 则周腊使 礼报欲迫使 朝义兵于城下 仁子 储周四十催申表称 友尼珍如 恍惚登天 见上帝 似以宝玉十三枚 云 中国有灾 依此阵之 群臣表赫 甲银 上黄崩于神龙殿 年七十八 以卯 千座于太极殿 尚以寝集 发哀于内殿 群臣发哀于太极殿 番官黎面歌儿者四百余人 秉臣 命苗敬卿设种载 上字仲春寝集 闻上黄灯霞 哀慕 即转据 乃命太子坚国 甲子 至改元 傅以剑淫为征月 月术皆如其旧 设天下 书 张后与李府国相表礼 专权用事 晚年 更有戏 内设生使三元成元镇党于府国 上几度 后召太子未曰 离府国九点进兵 致是皆从之初 善逼千圣皇 其最甚大 所记者无与太子 金主尚弥留 府国因与成元镇谋作乱 不可不诛 太子弃曰 陛下即慎微 二人皆陛下熏救之臣 一日不告而诛之 必至震惊 恐不能堪也 后曰 然则太子孤归 无更徐思之 太子初 后召岳王系未曰 太子人若 不能诛贼臣 辱能知乎 对曰 能 戏乃命内议者 间断恒俊选 宦官有永利者二百余人 受甲于长生殿后 以丑 后已上命召太子 元镇知其谋 密告府国 扶兵于林霄门以四支 太子之 以南告 太子曰 必无事事 主上吉 吉诏我 我岂可为死而不复乎 元镇曰 设计是大 太子必不可入 乃以兵送太子于非龙旧 且以甲族守之 事业 府国 元镇乐兵三殿 收补月王系 断恒俊及之内市省市朱光辉等 百余人 系之 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 时尚在长生殿 使者逼后下殿 并左右数十人优于后宫 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 丁卯 上崩 辅国等杀后并系及眼王县 适日 辅国时尹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 续上皇燕驾 拜哭 使行监国之令 悟臣 发大行皇帝与两仪殿 宣宜赵 己司 戴宗即位 高丽氏玉舍环 至朗周 闻上皇崩 好痛 偶血儿族 甲须 以皇子凤杰王室为天下兵马元帅 离辅国是公义衡 名位上曰 大家弹居 尽忠 外是听老奴处分 上内不能平 以其方卧进兵 外尊礼之 以害 耗辅国为上父而不明 事无大小皆资之 群臣出入皆先义 辅国亦艳然处之 以内飞龙旧赴使成元镇为左奸门卫将军 之内是省市朱光辉及内常侍旦亭遥 山人礼堂等二十余人皆留钱中 书 李国贞至军言 朔方将士不乐 皆思郭子夷 故王元镇因之作乱 子夷至军 元镇自以为公 子夷曰 汝林贼静 折害主将 若贼成其信 无将周已 无为宰相 其受一族之思也 双引号 五月 庚臣 寿元镇及其同谋四十人 皆杀之 新云经文之 亦推案邓景山者数十人 朱之 游氏河东朱镇律接奉法 人武 以李府国为司空间中书令 党相寇同官 华元 贾身 以平庐节度使侯西义为平庐 清 资等六周节度使 游氏青周节度有平庐之号 已有 喜凤杰王室为鲁王 更吟 追尊上武 无非为皇太后 仁臣 免礼部尚书萧华为侠州司马 原在西李府国义 以罪污之也 是钱元大小钱皆义当一 民使安之 使朝义自为宋州数月 城中石进 江县 腊石里曾不知所为 遂成果一开封流畅约 仓中有有屈数千金 请谢时之 不过二十日 李太尉必救我 成东南于最威 昌秦守之 李光碧至林淮 朱将以朝一兵上墙 请南保扬州 光碧约 朝廷 朝廷以我以为安危 我父退缩 朝廷何望 且无出其不意 贼安之无知重寡 遂静去徐州 使眼运节度使田神宫进击朝义 大破之 先是 田神宫即刻刘斩 刘连扬州未还 太子宾客上衡与左宇林大将军因重轻 相公于衍 运 文光碧至 但其威名 神宫聚还河南 衡 仲卿相继入朝 光碧在徐州 为君旅之事自觉之 自于重物 细为判官张参 参力是精敏 屈楚如流 朱将白是 光碧多令与参议之 朱将是如光碧 游是军中素人 东下以明 先是 田神宫起偏臂为节度使 刘前使判官刘卫等于幕府 神宫皆平受其拜 即见光碧与参抗礼 乃大经 便拜卫等约 神宫出于行武 不知礼仪 诸君亦胡为不言 成神宫之过乎 丁有 摄天下 立 皇子一昌王 秒为正王 严为庆王 迥为庆王 迥为韩王 来天闻喜怀惜 大聚 上言 怀惜无良 请似收卖而行 又逢江丽留己 上欲姑息无事 仁淫 赴以贴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飞龙赴使成元镇谋夺李府国权 密言于上 请稍加财至六月 几位 解府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 于如故 以元镇代判元帅行军司马 仍牵辅国出居外地 于是道路相赫 辅国使居 上表逊位 新有 罢辅国兼中书令 禁绝伯禄王 辅国入屑 奋焉而言曰 老奴侍郎君不了 请归地下是先帝 上游未遇而遣之 仁须 以兵部侍郎言武为西川节度使 相等防御使陪谷屯屯成 既得密是 即帅麾下二千人言汉去襄阳 己四 臣于古水北 天以兵逆之 问其所以来 对曰 上书部不受朝命 故来 若受待 仅当士兵 天曰 无以蒙恩 妇留阵子 何受待之有 因取斥及告身世之 天经或 天与父使薛南阳纵兵夹击 大破之 追秦于身口 宋经师 赐死 以害 以通舟赐使刘燕为 户部侍郎兼经兆隐 冲度之 转远 盐铁 筑钱等使 秋 西月 仁臣 以郭子怡都知朔方 河东 北庭 陆 夷 夷 则 信 陈 正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赴元帅 鬼四 剑南兵马使徐之道反 以兵首要害 据言武 武不得尽 八月 贵州赐使刑计讨西元贼帅吴公曹等 平之 己位 徐之道为其将李忠勇所杀 剑南西平 遗丑 山南东到节度使天入朝谢罪 尚优待之 己思 郭子怡自何东入朝 石城元振用事 继子怡公高任重 树赠之于尚 子 怡不自安 表情解父元帅 节度使 尚未辅之 子怡岁流经师 开州贼帅元朝攻陷这东诸州 改元宝胜 民疲于复连者多归之 礼光碧遣兵积朝于渠州 获之 以害 西鲁王氏为雍王 九月 耕臣 以来填为兵部尚书 同平章是 知山南东到节度使 以为 嘉城元振票其大将军兼内世间 左仗朴赠培免为山陵使 义是由与成元振相为者 秉申 连免施州次使 尚浅中使 留清潭使于回合 修旧好 且征兵陶使朝义 清潭至齐庭 回合邓里 克汗已为朝义所有 云塘是既有大丧 今中原无主 克汗一速来共收其府库 克汗信之 清潭至赤书曰 先帝 先帝虽弃天下 今上祭统 乃昔日广平王 与夜户共收两经者也 回合夜已起兵至三成 见舟 现阶为秋须 有清堂之志 乃困辱清潭 清潭前使严状 且曰 回合举国十万众至矣 经师大害 尚浅殿中间 要子昂往劳之于新州南 书 提家阙克汗为登礼求婚 诉宗已仆顾怀恩女妻之 为登礼可敦 克汗请与怀恩相见 怀恩实在 焚州 上令网见之 怀恩为克汗言堂加恩信不可赴 克汗约 前使上表 请诸国讨朝义 克汗玉自仆关入 由沙怨出同关东相 要子昂说之曰 关中树遭兵荒 周线萧条 无以攻拟 恐克汗失望 贼兵尽在洛阳 请自土门略行 明 怀 为而难 得其资才已冲军庄 克汗不从 又请自太行南下聚合音 恶贼咽喉 亦不从 又请自陕州大阳金渡河 石太原仓宿 与诸道聚近 乃从之 元朝县信州 东 十月 元朝县温州 明州 以雍王氏为天下兵马元帅 信友 辞行 以监狱使忠成要子昂 位居为左 右乡兵马使 以忠书舍人为少华为判官 几世中 李靖为行军司马 惠诸道节度使及回合于陕州 进逃使朝裔 上欲以郭子夷为侍父 成元阵 于朝恩等举之而止 加朔方节度使仆顾淮恩同平章 世间将周刺史 领诸君节度行营以复事 尚在东宫 以李府国专横 心甚不平 即四位 依府国有沙张后之功 不欲显诸之 仁须业 倒入其地 献府国之首吉一避而去 事有私补道 遣忠使存问其家 为克牧守葬之 仍赠太父 丙淫 上命仆顾淮恩与母 七聚一行淫 雍王是至陕州 回合克汗屯于河北 是与辽蜀从数十起往见之 克汗则是不败武 要子昂对以李不当人 回合将军车比约 唐天子与克汗约为兄弟 克汗于雍王 叔父也 何德不败武子昂约 雍王 天子长子 今为元帅 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克汗拜武呼 且两宫再病 不应武道 力争九支 车比岁尹子昂 魏居 为邵华 礼尽各边一百 以世年 少未安事 遣归营 居 邵华一息而死 雍臣 诸君发陕州 不顾怀恩与回合左沙为前锋 陕西截度使郭英义 神策官君荣使于朝恩为殿 自勉池入 陆则截度使李鲍玉自河阳入 河南等到赴元帅李光碧自陈流入 雍王流陕州 新卫 新卫 怀恩等君与同轨 使朝义闻官君将至 谋于诸将 阿什纳成庆约 倘若独与汉兵来 以西众与战 若与回合俱来 其风不可当 以退守合阳以弊之 朝义不从 人参 官君至洛阳北交 分兵取淮州 鬼友 拔 之 以害 官君臣于衡水 贼重数万 栗诈自顾 怀恩臣于西元以当之 遣消其及回合并南山出山东北 表里合击 大破之 朝义西其精兵十万救之 陈于昭爵四 官君咒击之 杀伤甚重 而贼臣不动 于朝恩遣设生五百人栗战 贼虽多死者 臣亦如初 镇西节度十马临约 誓即以 遂丹其奋机 夺贼两排 突入万众中 贼左右披靡 大军成之而入 贼重大败 转战于十六元 老君庙 贼右败 人马相揉剑 填上书谷 斩首六万级 哺鲁二万人 朝义将倾其数百东走 怀恩进客东京及河阳城 获其中书令曲书记 王咒等 致使之 怀恩留回和可汗迎于河阳 使其子又乡兵马史唱及朔方兵马史高辅成率部其万余成圣竹朝义 至郑州 再战皆解 朝义至汴州 其沉流节度使张县城闭门拒之 朝义奔仆州 县城开门出将 回和入东京 四行杀掠 死者万计 火累寻不灭 朔方 神策军亦以东京 正 念 汴州皆为贼境 所过鲁掠 三月乃以 比乌荡境 市民皆依止 回和西至所掠宝货于河阳 刘其将安克守之 十一月 丁丑 陆布至京师 朝义自蒲州北渡河 淮恩进攻华州 拔之 追败昭义于魏州 朝义虽扬节度使田城寺等将兵四万余人与朝义河 复来巨战 蒲顾唱击破之 长驱至昌乐东 朝义帅魏州兵来战 又败走 于是叶俊节度使薛松已向 魏 明 行似周将于陈正 择路节度使李鲍玉 衡阳节度使张忠至以恒 赵 申 申 定 义武州将于河东节度使新云京 松 楚御之子也 暴玉等已进居入其营 按其步武 松等皆受待 屈 吾和 不顾怀恩皆令复位 尤氏暴玉 云京仪怀恩有二心 各表言之 朝廷密为之辈 怀恩义上书自礼 尚未免之 新四 至 东京及河南 北受伟观者 一切不问 极丑 以护部侍郎刘燕监河南到水路转运都使 定有 以张忠至为成德君节度使 统恒 赵 申 申 定 义武州 四姓礼 明宝尘 书 新云京引兵将出井行 常山脾将王武郡说宝尘曰 今河东兵精锐 书境远斗 不可敌也 且无以寡当众 以区域值 战则必离 守则必溃 攻其图之 宝尘乃彻守备 举武州来将 集复为节度使 以武郡之策为善 着为先锋兵马使 武郡 本戚丹也 书名言诺丹 郭子夷以以仆顾怀恩有平和朔弓 请以傅元帅让之 己亥 以怀恩为河北傅元帅 家左仆设监中书令 禅于 镇北大都护 朔方节度使 使朝义走至贝州 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和 仆顾唱追之至林青 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孩攻之 唱射伏击走之 回和又至 官军义镇 遂逐之 大战于夏伯东南 贼大败 积师雍流儿 夏 朝义奔墨州 怀恩兜之兵马使 薛奸训 兵马使好庭玉与田神功 新云金会于夏伯 尽为朝义于墨州 清资节度使侯西义济志 十二月 更申 初以太祖配天帝 戴宗瑞文孝武皇帝上之上广得元年鬼卯 公元七六三年春 正月 吉卯 追侍吴太后约张敬皇后 鬼位 以国子祭久留艳为吏部尚书 同平章是 杜之等始如故 书 来天在襄阳 成元阵有所请托 不从 吉卫相 元阵赠天颜舍不顺 王众生在贼中 以屈服的权 贼平的归 与元阵善 奏天与贼合谋 至众生献贼 人淫 天作萧官爵 刘波州 似死于禄 由氏藩阵皆切齿于元阵 使朝义旅出战 皆拜 田成四说朝义 令亲往幽州发兵 还旧墨州 成四自请留守墨州 朝义从之 选经纪五千自北门范围而出 朝义既去 成四即以成将 宋朝义母 兮 子于官军 于氏蒲固畅 侯熹习 薛坚逊等率众三万追之 急于归归 宇战 朝义败走 时朝义泛阳节度 时李怀先以殷中使洛凤先请降 遣兵马 时李报中将 兵三千镇泛阳县 朝义至泛阳 不得入 官军将至 朝义遣人欲报中以大军流墨州 清齐来发兵救援之意 因则以君臣之意 报中对约 天不作宴 唐氏复兴 经济归唐乙 岂可更为反复 独不愧三军邪 大丈夫持以轨迹向途 愿早则去就以谋自权 且田成寺必以叛逸 不然 官军何以得至此 朝义大巨 曰 吴昭来卫时 独不能以一参相相相呼 暴中乃令人设时于城东 于是泛阳人在朝义麾下者 并拜此而去 朝义替气而以 独予胡其数百计 时而去 东奔广阳 广阳不受 欲北入西 契丹 至温泉山 礼淮仙兵追及之 朝义穷促 溢于林中 淮仙取其手已现 不顾怀恩与诸君接还 贾臣 朝义守至京师 润月 及有夜 有回合十五人犯寒光门 突入红卢寺 门思不敢恶 鬼害 以使朝义将将薛松为相 魏 行 明 备 辞六周节度使 田成寺为魏 伯 德 仓 银五周都防御使 李怀仙仍顾地为幽州 卢龙节度使 时河北诸州皆已将 松等营仆顾怀恩 败于马首 启行尖字 笑 怀恩义孔贼贫宠衰 故奏刘松等及李宝辰分率河北 自卫党员 朝廷亦艳艳苦兵阁 禁忌无事 婴儿受之 回合登里克汗归国 其不众所过超略 临给小不如意 折杀人 无所忌惮 陈正 择路节度使 李暴玉 欲遣官署致盾 人人辞但 照成为马遂独请行 彼回合将至 遂先遣人 陆其取帅 约无暴略 帅遣之其约 有犯令者 君处陆之 遂取死囚为左右 小有为令 逆斩之 回合相顾失色 设其敬者皆拱守尊约述 暴玉其之 遂因说暴玉约 遂与回合言 颇得其情 不顾怀恩事公交迁 其子唱好勇而轻 今内数四帅 外交回合 必有窥和东 择路之至 遗身背之 暴玉人之 书 长安人梁崇义已与林社生 从来天阵襄阳 累迁又兵马使 崇义有永利 能卷铁书沟 臣义寡言 得重心 填之入朝野 命诸将分数诸州 填死 数者皆奔归襄 书者皆奔归襄阳 行军司马旁冲降兵二千赴河南 至汝州 闻天死 隐兵海袭襄州 左兵马使李昭俱之 冲奔房州 崇义自邓州引述兵归 与昭及父使薛南扬相让为长 久之不绝 众戒约 兵非良卿主之不可 遂推崇义为帅 崇义寻昭及南阳 以其撞文 尚不能讨 三月 贾臣 以崇义为襄州赐史 山南东到节度留后 崇义奏改藏天 未知立词 不居天听世及正堂 新有 藏制道大圣大名孝皇帝于太陵 妙号玄宗 庚武 藏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于乔陵 妙号宿宗 下 四月 庚陈 李光碧奏秦远晃 这东皆平 时朝聚众近二十万 转宫州县 光碧时不将张伯仪将冰桃平之 伯仪 魏州人也 郭子仪树上言 吐蕃 党相不可忽 以藻为之辈 辛丑 浅监玉使大夫李之芳等始于吐蕃 魏卢所留 二年乃德归 群臣三上表请立太子 五月 鬼卯 赵取四丘成一支 丁卯 智分河北诸州 以幽 墨 归 韩 庭 济为幽州馆 恒 定 赵 申 亦为成德军馆 相 备 行 名为襄州馆 魏 伯 德 德为魏州馆 仓 帝 记 淫为青资馆 怀 魏 何阳为择路馆 六月 鬼友 李布侍郎华阴阳晚上书 以为 古之选事必取行时 晋世专上文词 自隋阳帝始至晋世科 由世策而已 至高宗时 考公园外郎刘思立始奏晋世加杂文 明经加帖 从此击毙 转而成俗 朝之公卿以此代誓 家之长老以此逊子 其明经则宋帖阔以求侥幸 又 举人皆令头迭自应 如此 欲其反淳朴 重连让 何可得也 请令献令查笑莲 取行注相侣 学之经数见之于周 纳时考试 升之于省 任各战一经 朝廷则如学之事 问经义二十条 对策三道 上帝及助官 中帝得出身 下帝罢归 又 道举亦非 礼国所资 望与明经 既是并庭 上命诸私通义 己是中礼欺君 左成甲智 经照引言五 并与婉童 致意以为 今世学者以帖字为精通 考文者以生病为是非 风流颓壁 承当礼改 人自东晋以来 人多乔玉 誓居乡土 百无一二 请监广学校 保桑子者相离举焉 再留育者养序推焉 誓礼部据条目以文 婉又请至五精秀采科 耕吟 以为伯都防御使田成寺为节度使 成寺局管内户口 壮者阶级为兵 为时老弱更价 数年间有众十万 又选 其消遣者万人自卫 未知牙兵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成员阵所赠 恐惧 自杀 上一章 利用筹解答